停办很久的国际照明科技展 今年可以说是终于恢复举行了 不过上礼拜五开始开办第一天 就由厂商陆陆续续遭窃 而且前天终于抓到一组人 他们可都是来自大陆广东的模具厂的老板 厂商认为这些是商业禁谍 来台湾偷没有上市量产的灯具 回大陆模仿制造 每一个房间都会走一遍 可是他不是他来这边看了 我怀疑他之前已经来过了 他锁定是这一盏灯 手中这个即将量产的LED灯具 花了三年的时间研发 国内知名照明设备负责人向海玲 气氛控诉四名大陆广东来的模具厂老板 下手行窃 和他们设计专业技术差一点外流 他们就是想拿回去他们的厂 把它解体来copy就对了 然后再用很便宜的价钱来在市场上跟我们对冲 我确实认定这些人是大陆来的 模具厂的老板 四个人都是老板 认为他们根本就是商业间谍 因为四个人一组假装来看灯具 却悄悄把东西藏到背包里 幸好及时发现 把其中一名56岁的黄扇陀抓回来报警 做笔录时他还谎称是要拿给其他三个朋友看 但是他们通通不敢说谎 坦诚黄扇陀把灯具藏在背包里 受害厂商不止一家 协对面的照明公司在展览的第一天就被偷了三件商品 越小就是越容易被人家不注意穿上带走 所以在这边对我们来讲是很伤 因为那个我们开发了很久的时间 厂商苦笑损失惨重 而且就在黄扇陀这一组小偷落网后的隔天 这家厂商又遭窃 怀疑战场里的商业间谍不止一组 而300多个摊位许多厂商已经受害 让停办好多年 才恢复举办的国际照明科技展蒙上阴影 中立新闻许志明李小林